其實抽鬼屋未必像大家想像中那麼難 用剛剛的方法就更容易成功了 我要跟不同的人抽到盡 今次我就來看看你教人抽到屋可以有多盡 嘉欣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就可以看到 今次居屋202其中一個屋苑半山遠的景觀 即是那個在建的嗎 對 就是在建的那裡 Hello 我是Lap媽 我是一個年過30的媽媽 我是一個YouTuber 頻道內其實主要是講資助房屋的政策和居屋的資訊 裡面應該是有130多條影片 那現在還有什麼抽? 太可惜了 現在已經開始選樓 申請的時機已經過了 你有沒有認識單身漢已經選了樓 可以試試去選樓中心看看 你這麼美女一定有人會很喜歡你 好 嘉欣 見你這麼有興趣 不如就給你揀一下這本售樓說明書 對比一下究竟管山縣哪個單位最棒 那我們現在有沒有一些理在此的標示? 我怎樣看我在哪裡? 高科技一點我們可以試試看Google Map 或者有些朋友可以會用航拍的技術 但航拍因為視覺和我們人眼是不同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去實地看一看 都是最直接的 今期其實都有幾個屋苑 很受歡迎的都是啟恩苑 究竟地盤在哪裡? 我附近有一個地下街 又會建一些新的體育城 究竟整個區的變化會是怎樣的模樣? 超名園或者余德園 其實我都去過兩三次 會看看我那個區生活的時候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情況 因為大家可能只看一個樓價 就會覺得家庭華園是最貴的樓房 是老人家還是小朋友在這裡讀書 又方不方便? 正如我所講 要看一個屋苑 可能我們要早五晚不同的時間去看 因為下午去看 我們可能看到哪些單位會西斜 有些地方可能是很多校包 可能是早上或者放學的時間 又會很吵 為什麼我會做這些事情? 因為很多時候 第一次去買屋苑的朋友 都是首次置業 有很多方面 他們都可能覺得很徬徨 不知怎樣去分析 在自己有這些經歷之後 就希望幫到他們去做些少事 令到他們都不用那麼辛苦 其實這兩年的新的屋苑 都去運了 家欣啊 不如我想你對比一下這個12號和9號 因為他們那個開側的結構和面積都是差不多的 應該我會選擇又有露台 因為新的公開口才會有露台 然後你說減陰 那就是看馬路 就是看海 如果高的話 這個9號單位是十全其美的 如果去高層的話 其實我自己來說 我可能會偏向選擇這個12號 蛤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12號都能看到海 這裡可能我們看不到 其實這個12號看出去 會看到少少維多利亞港那邊 即是後面那邊 是的 當然可能它在高層上來對比 9號可能會比較開陽 但是又會考慮到前面 因為將來可能會有一些舊樓都會重現 所以這一刻那個景緻 就有機會和將來不同 因此是長遠來說 這個9號它的樓價的折舊會比較多 哇 你這個看得很長遠 是的 我們要再看前面那些樓有多高 那我們又可以看前面 看完後面又要看前面 看看它怎樣解密 現在好像玩推理遊戲 是的 小時候我都是從公共屋村出身 很記得那個晚上 在聖誕節的時候 有些其他的親戚朋友來拜訪 他們說 因為我們家也不夠地方 所以大家可能鋪在地上睡覺 那一晚 突然去到半夜 家人就問 為甚麼身體那麼冷 之後就發現整個地面都是水 後來才發現原來那些是屎水 是不是很恐怖呢 都真的挺尷尬的 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我們就考慮 可能都真的要透過一個長者的組合 去日子申請 2016年 聶媽的公公婆婆用白表抽居屋 抽到第六顆豬 竟然有份選樓 聶媽研究之後 發現原來白表家有長者的申請率相當高 令到排比較後面的人都有機會選樓 2019年 聶媽再用這個方法 和父母買到另一間居屋 聶媽告訴大家 人生勝利組不單靠運氣 還要做功課 你以前是否做一些地產相關的動勢 我看你看那些圖 你已經看了很多 但你好像都很熟 其實我沒有做過地產 但我曾經在滲水辦工作過 所以經常都要看平面圖 這個都很習慣 既然聶媽說到自己這麼聰明 我們就決定從網上拉他到街 幫小市民解答置業難題 其實我想問 公屋住公屋的話 可不可以用白表抽居屋 其實是可以的 這是很多人的誤解 其實公屋住戶都可以組成核心家庭 去參加白表的居屋 外府外母是住公屋 如果外府外母他抽了白表 他就要沒有那間公屋 有甚麼方法 如果那個公屋裡面 現在除了外府外母 還有沒有其他人在 還有一個小小 這個情況 如果他們抽了家有長者的白表 除了名字就會剩下小小 我們就要考慮整間屋 本身的居住面積是多大 如果他剩下一個人的話 面積是達到三十個平方米的話 就會變成超級寬闖戶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媽媽 家裏有老人家 所以我很著重整個樓 和他周邊的配套 最近這兩天都收到很多 大家都選樓 觀眾都會告訴我 因為之前看了一段影片 所以用了更好的方法 又成功買到一個很好的單位 我也很替他們開心 因為我覺得抽樓這家 其實真的是天時地利人 排除所有萬難 運氣搭救 再加上未雨籌謀 做了很多功課 所以我覺得是電 有個觀眾我都談了六七次電話 最後他又真的解決到家裡的問題 放下一個胸口大石 我覺得都很欣慰 你變成一個買樓之餘 還可以解決家庭問題的告解室 現在好像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小小的平台 令大家多一點希望 和多一點正能量